洋葱具有发散风寒的作用,是因为其含有油脂性挥发物流化病息,如每天吃一些,对呼吸道,肠道里的细菌,会有一定的抑制作用,但是房间里放置洋葱,杀菌的作用微乎其微, 对感冒病毒更是没有抑制作用,今年初,洋葱能杀死感冒病毒,的网文广为流传,文章趁,一个两头都切掉的洋葱能吸收病菌,预防流感,洋葱之所以会在自日清晨变黑,是因为吸收了病菌,为了证实该说法,网文中还煞有介事,的引用了两则没有出处的故事,一是流感肆虐时期,某农户加因放置洋葱而得以保持健康, 经医生在显微镜下鉴定,发现洋葱尚有流感病菌,二是一家理发店店主,通过放置洋葱预防流感收效显著,这种说法流传甚广,不少感冒患者也对此民间偏方深信不疑,那么,洋葱真有如此神奇的功效吗? 当然不是,此前,曾有实验人员做过相关实验,他们采用国家标准,中共共产所微生物检验的方法,在一间30平方米的房间里选取五个监测点,然后在房间里放置洋葱,再对五个监测点的均落数监控其数量变化,实验人员准备了三个洋葱,按照网上的说法,切掉两头, 放置于房间不同的位置,结果显示,洋葱搁置后的前24小时里,五个监测点的平均均落数并没有降低,反而略有上升,到了48小时,房间内的均落数,才和没放置洋葱时的均落数相等,可见,洋葱并没有减少房间内的细菌数量,浙江省宁波市第二中医院主治医师未解曾介绍,洋葱具有发散风寒的作用, 是因为其含有油脂性挥发物流化并息,这种物质有较强的杀菌作用,如果每天吃一些洋葱,对呼吸道,肠道里的细菌,会有一定的抑制作用,但是房间里放置洋葱,杀菌的作用微乎其微,况且很多流感是因为病毒感染造成的,而洋葱对病毒并没有抑制作用,由于其具有杀菌,抑制作用,在一些国家和地区, 人们从洋葱中提取精油作为药物使用,用来治疗和控制传染病,但是,在临床上并没有预防治疗流感的研究,而且,现在也没有洋葱能杀死病毒的相关证据,因此,强调依赖洋葱预防或者治疗流感的说法,并没有确切科学依据。 此外,对于谣传所谓切开的洋葱,在次日清晨变黑现象,专家解释说,变色并非吸收病毒或者病菌,而是发生了一种常见的名叫酶醋喝变的化学反应,果蔬鼠类中天生存在,分氧化酶,同时也富含具有抗氧化作用的多分类物质, 这两样东西碰在一起会发生氧化,产生酶醋喝变反应,切开的洋葱即发生了该反应,从而变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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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